依向选民问好 金融市长谢国良陪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议员 星期天来到星期市场 发送扇子寻求选民支持 我们会团结在一起 然后想办法一定要争取下 我们金融唯一的建议员 谢国良透过直播向选民推荐林沛祥 针对外界关心 金融立委选举蓝白是否有合作空间 假如国民党或民进党 没有单一党过半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民进党可能单一过半 那民众党才可以真正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国会监督 所以我会认为说 假如民众党在基隆推人 而导致了民进党上 甚至于民众党在基隆推人 导致于民进党国会过半 那这个最大的损失 还是会落在民众党身上 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真心诚恳的希望说 我们在基隆能够有更多一些的合作 那我也恳请 这个我们这个两党的好朋友 以及两党的高层 大家共同审慎去思考基隆的局势 做出最佳的提名成全 而面对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 积极寻求代表党提名参选 林佩祥强调 只要是公平公正的机制 都可以解决问题 我认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机制 是解决所有纷争最好的方式 所以谢立功 谢立功前秘书长 前署长 他如果我们可以来做个民调 这样或许是平息争议的最好方法 至于他在外面频频放话 频频不停地想用挑起不同的议题 我不以致评 市长谢国梁再三强调 基隆这席区域立委相当重要 支持只推出一鼓立委参选人 代表国民党 也代表所有的非绿阵营民众 好好为基隆争取中央资源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